从嘉义到高雄进司堂 大林慈济医院市治症中心主任 特别分享老了该怎样面对 其实我们人老了 就应该要回起 正是老年问题 本身已经超过70岁的曹爸 曹问龙提出自己经验 也用行动来说明 我们这一代将近六七十岁 在照顾老人家的时候 要想到我们将来老的时候 学习的脚步不应该因为 年龄的增长而停下来 参与社区增加互动 面对老话不能等待 84岁的李阿嬷来听分享 自己也很有感 会忘记也要学 可以开发的领域都尝试 老长辈动起来 年轻一辈的从旁呵护 在不读书为了还是输啊 那今生在不读书 来生还是输啊 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给自己 然后也希望带着这样 一群的阿嬷 能够来好好的读书 把自己的经验 照顾的经验告诉大众 让大众也慢慢带动风潮 一起来关怀这一块 关怀现在的老人 也就同时关怀了 我们将来的自己 快乐老化 老化的有尊严 从现在开始学习动起来 怎样都不晚 大新闻 高雄报道